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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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拒绝了魏琪龙的这个请求 他利用这封锅所修复的 这些钢铁切断能的板结染线 快速的接近到了钢铁的身旁 最终藏着使用的封锅 将钢铁利用小刀破坏铁塔后 反弹而来的示范能量攻击成功修复 并在十字回射回铁塔伤口之处间 顺便射中了正忆念得意的钢铁 就这样被葬出几百的钢铁 又乖乖地回到了铁塔内 并就此成为了陆王亭的友谊名胜 哎!时候 从这个本来就因害怕与他人相处 所以便选择了住在铁塔中 但却由于吉郎父亲呢 你只要将一个提升使者困在塔里 我就会在你到外面生活的时候 对你多加找过的话语 而一是闺蜜心窍的钢铁口中 藏着吉人还意外得知了 关于康义的一个情报 康义居然已经在早上 便被立明星提升使者给干掉了 文言大根震惊了异态与藏着的人 便立刻分头去寻找起了康义的身影 很快的 藏着于自好喷山鱁的三维交换条件 成功的依靠者 喷山鱁的气味追踪能力 追查到了 能够说一干掉康义的提升使者 公本回之符 瞬间 愤怒了藏主立刻便冲上前去 打算制服这个白毛提升使者 那奇怪的事发生了 原本应该被藏主碰触到的公本 居然在藏主与盆上预言都未能察觉的情况下 在瞬间替换成了 藏主已经陷入昏迷的母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公本拥有着 能将生物或物体封入子中的体身 英格 他能在目标感到恐惧 并下意识地做出一些小动作的同时 发动提升能力 例如 他一遍声音在上线路上 被公本出气不易地吓了一跳后 下意识地做出了 代表恐惧信号地砸两次眼的小动作 这才被公本趁机封入子中 至于藏主的母亲 则心被公本突然闯入家中后 所做出的便带行为给惊吓到 而下意识地做出了 代表恐惧信号地吞口水的小动作 这才被公本趁机封入子中 那么问题来了 该如何救出被封入子中之人呢 但是只要将纸打开 那么里面的人就会被自动放出 而想要达成这一结果 这必须确保疯人之子完好无损才行 所以面对着 公本将写有康义姓名的那张纸 就像几次而来的车辆的行为 即使藏主已经猜到 那纸应该只是公本的陷阱 但是不怕一晚就怕晚衣 所以藏主还是毫不犹豫地 便做出了 不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结果自然而然的 那张纸里并没有康义 而藏主则因下意识地做出了 代表恐惧地摇嘴出小动作 而被公本趁机封入了直里 唉 好在藏主不顾一切想要救回康义的举动 总是震撼了 一旁本无意参与此事的喷上浴烟 为了防止自己吸纳的小女友们 也遭受到 即将与公本这些耳膜的伤害 他与他选择追向了 公本所乘坐的敌死 结果追上敌死的喷上浴烟 只在车内发现了 一张用康义与藏主 气味的陷阱子 毒蝎子 化学药品 以及电流 在艰难的剥开 这些潜藏鱼 现今指中的多层危险后 噴上浴烟又迎来了最后一层挑战 一台自律将朋友 张罗鱼看着纸张 卷入其分岁的睡子鸡 对于这个机关不上 又大不快的高指两睡子鸡 完全没折了噴上浴烟 慌了 终于顶部热探也做出了 代表恐惧的捏下巴的小动作 瞬间等候多时的肛本突然显身 并发动了提升能力 那得以来将噴上浴烟封入指中的他 却完全没有料想到 噴上浴烟竟然会借助 非要脖子状态的刹那 轻松地将封有藏主 与康义的指章 从水子机里拉出 并成功将之打开 最终在脱身的藏主 那一场愤怒的疯狂独拉中 广本与子融为了一体 他变成了一本书 编练之后 所有爱心的藏主 还将他捐赠给了 独王顶图书馆 诶 说完了藏主这边 然后我们再将视线 转到岸边鲁板身上 这边他原本正在仔细的研究 最近所拍摄的 可以上班族们的照片时 突然一个奇怪的男子 敲响了路曼老师家中的大门 该男子指称时 来路曼老师家中 对火灾的修建与改造 进行估价的建筑时 虽然通过天堂之面的能力 路曼老师确认了该男子所言非虚 但是在同时 他却又读取到了 这名建筑师的一个怪异烦恼 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后辈 本来对此 路曼老师并未太过在意 不过当他发现 这个名为伊亚山的建筑师 为了隐藏自己的后辈 虽然拼命地做出各种奇妙的知识时 路曼老师的心中 突然开始产生了 无比强烈的好奇心 他非常想知道 伊亚山这般拼命隐藏后辈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而如果那后辈被自己看到了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于是超好奇的路曼老师 便律刻采取了行动 他首先以加装后辈 搔羊难耐的状态 成功地将 打算为其脑背的伊亚山 遍入了火灾后 遗留的陷阱内 然后路曼老师非常顺利地 见识到了伊亚山的拼命隐藏的 平平无奇的后辈 是的 平平无奇 那正让路曼老师疑惑着 这玩意儿的隐藏架子时 令他无比震惊的事情却发生了 伊亚山突然被瞧见了后辈 竟突然裂开 并就是导致了伊亚山的死亡 是提身攻击 虽然瞬间意识到这里的路曼老师 立刻被警惕了起来 那这却为时已晚 因为在路曼老师看到伊亚山后辈的刹那 他就已经肿招了 原来迟迟了敌方体身名为廉甲把戏 他虽然是藉由伊亚山被射中后 所诞生的体身 但拥有自我意识的他 随便无受伊亚山所操控 并且他还能通过 被他能看到本体的后辈 而转移到新本体的身上 并且转移之后 旧本体会因此当成死亡 至于新本体 则会如旧本体般 面临后辈被看到 便会当成死亡的命运 面对着这个 不停地在自己后辈而语着 烧掉上班族们的照片的丑陋替身 路曼老师根本就无几可思 因为不管是对其使用天堂之门的能力 还是让抗议对其使用重力攻击 最后所造成的一切伤害 居然都会原原本本地反弹到 路曼老师整个新本体的身上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情绪掉落到低估的路曼老师 开始破罐破摔起了 绝望了他将后辈主动免向了扛阴 而被路曼直接选择了放弃 猜怪嘞 原来路曼老师在与廉甲巴西的 不断纠缠中 竟曾经来到了 三本丁面说在的 那个不能回头的小巷 也就是说 路曼老师是故意将后辈免向抗议的 他为的是 让廉甲巴西因提示能力 而在肖像中回头 最终在廉甲巴西的惨毫中 后方迷雾伸出的多只手臂 将他拖往了抵御 唉 那我手工 哦不 竟然还不能手工 因为路曼老师身上掉落而出的 可以上班族们的照片中 由一个小孩的鬼举动 引起了三本丁面的注意